朋友们午饭时间到了 现在是11点24分 11点半开餐 然后现在午饭时间 这个是有一个汤 这个是稀饭 然后现在大家正在排队打饭 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边是主食 没事您拿吧叔叔 您拿吧 您拿 没事没事没事 然后这边是米饭 这个是粉条炖排骨 里边是排骨还是鸡肉 酸菜粉条排骨 这边是主食 是花卷跟饼 然后有米饭 这边是有一个土豆片 然后莲藕木耳 辣椒 不是 莲藕 荷兰豆 莲藕 荷兰豆 莲藕 荷兰豆 这边是西兰花 这个是西兰花 这边有豆腐 西兰花豆腐 然后这个是薄菜 然后那个是凉菜吧 这边是凉的 每顿都有一个凉菜 每顿都有凉的 我看今天中午相对比较素一点 然后这边呢是打菜朋友们 然后我跟大家打 阿姨你好 这边呢 还有这个水果 也就是说每顿都有水果 那水果的品种呢是不固定 是吧 水果类型不固定 然后这边呢是 有一个炸的 这个是带鱼是吧 回来了 有一个炸带鱼 有一个炸帧 这个炸帧 有一个炸帧 来 朋友们 我们打了一份 然后现在呢 开始吃饭 翻字呢 就是视频呢 不是每条视频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方面的信息 都给大家去呈现 你像这几天发的视频呢 前第一期发这个盛响 一定的是拍了吃饭打饭的一个场景 还有这些叔叔阿姨们吃饭 以及给他们聊天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的一个视频呢 是给大家拍摄的 就是吃完晚饭活动的情况 以及说走到海边 虽然是晚上去拍的海边 是吧 没看到什么 就是想要说告诉大家 这个店呢 离海边是这个近 然后翻字走过去的话 就是四五分钟就到海边了 还有就是看了房间的情况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是跟大家来呃 体验一下这个伙食 因为在第一个视频当中呢 就是有那个一个大姐说 这个菜呢 是呃 油啊 稍微有点大 就是说她个人觉得是需要改善一下 是吧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打了这个菜 然后试吃一下 跟大家看一下就是说 这我打的豆腐 豆腐呢 里边有肉片 然后呢 这有两个带鱼 有一个西兰菜花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凉菜 呃 要了一个花卷 然后这边是有一有一碗粥 呃 菜品呢 是呃 这个八个菜品 然后 没有全部打 说实话 这个所有的菜都打下来呢 这个牌不够放 是第一 第二呢 是大家也都吃不完 呃 所以呢 就是说你看你选你最喜欢吃最想吃的 今天的这个菜呢 今天的这个菜呢 相对比较 呃 素 比较清淡一点 然后 呃 呃 每每顿呢 有一个凉菜 就是可能北方人习惯于吃凉菜 是吧 关子是老家河南的吃凉菜小时候也是没少吃 我们吃一下 我们吃一下 嗯 然后 嗯 在 嗯 昨天的时候 关子跟那个 第一期视频 就是 这三天呀 发的这个视频 就是第一天发的那个视频当中 出现了就是说去年 关子采访过的有一个 那个爷爷吧 他年龄他88了 然后呢 呃 今年呢 就是说呃 他又来了嘛 然后昨天关子跟他聊天说的是 他说这一个就是吃的呢 呃 老年人 慢慢的就是吃的这一点有保障了之后 要精神文化生活得好 你不能说是吃的是这个特别棒 呃 闲下来时间没事干 然后这个不行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爷爷的这种提法 我觉得就是在未来啊 这个旅居公寓啊 包吃住的这种公寓 首要的任务就是把吃这个问题给大家彻底解决掉 你要吃的好吃的饱 吃的放心安心 这样才行 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 呃 再去把这种精神文化娱乐活动安排好 让大家在这边呢就是说呃 吃有这个呃怎么说呢 能够保障是吧 然后呃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最好的 呃 还有就是很多网友说哪是最好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问法就有问题 哪有最好的 哪都最好 或者说哪都不好 为啥呢 我经常跟大家讲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因为每个地方都不可能完全让大家满意 只能说相对叫满意 比如说呃 十个条件是吧 那你可能说占一大部分这个条件能满足你 呃 适合你的最主要的方面适合你满足你 那你就会觉得他好 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你 你肯定说他不好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个逻辑朋友们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要找适合自己的地方 无论他的价钱高与低 当然呃 决定大家选择在哪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呃 价格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呃 花多少钱 然后选择什么样的条件 这个呢是先决条件 我们开始吃了朋友们 洛洛苏苏跟大家说的比较多了 我没有打其他的那个菜 呃 只打了这么多 然后呢 现在开吃 这个豆腐 不是北方的那种 呃 叫什么 卤水 那种 这个豆腐比较嫩 比较软 北方的那 我小时候吃的那豆腐 都是比较硬的那种 这个菜呀朋友们 因为住着的客人呢 还是来自全国各地 人家福建的 江西的 浙江的 呃 广东的也有 但是相对来讲 就是说南方的偏少一点 北方的居多 那南北方这个饮食啊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所以呢就是呃 做这种公寓呀 这个伙食安排一定要南北兼顾 这样才能够说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 这个网友们 嗯 前两天有一个 网友 有一个叔叔 他问我 他说 有没有有禁剧的 禁是山西的那个禁吗 就是像我们河南玉剧是吧 呃 他是说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啊 他问我有没有有这种禁剧的 这种公寓呃 一般是什么山西人或者是河北 他给我举了几个地方 然后他说是这些老板开的这种地方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 我说我还没听说过呢 就是欢子也拍过说是我们河南人去做的这个 那他接收的这个老人呢 就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基本上都是我们河南那边过来的 所以呢就是 你看你你是面向全国各地的话 你的这个饮食啊一定要南北坚固是吧 那现在我吃的这个就是 呃 北方人喜欢吃这个味道足一点的 南方人偏清淡一些 但是你要说南北坚固的话就是 呃 要有这个口感就是吃的要有味道 但是呢 又不能说是高油高盐高调料这种的是吧 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就是要求还是比较高一些的 这样的话能够坚固大家的这种口味 呃 饮食习惯 嗯 你看凉菜的话 就是兼顾北方人吃凉菜的习惯 嗯 做的这个菜花是比较淡口味一点的 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适合南方人的口感 嗯 这个豆腐的话我觉得这个口感适中 就是它有味道 但是呢不至于说是油盐这个 呃 料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饮食啊是非常 嗯 关键的一回 好了朋友们跟大家去啰里啰嗦盆的有点多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欢子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欢子的其他视频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